繼續前面齁,又繼續下一段齁 那過去一直直立栽培 我想可能宜蘭的下雨是個大問題 那我這個遮雨棚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以後就算是洋香瓜的部份 我也就可以往前踏一步了 它就變成可行性就比較強了 我們分開就是露天栽培 還有這個遮雨棚栽培 還有一個是往事室內栽培 室內栽培 當然是最理想 但是它投資更高 還有室內栽培 它有些問題是沒有辦法克服的 譬如說室內栽培的溫度 除非它開冷氣 喔 所以室內栽培也有它的障礙點 聽說室內栽培 只能選那個甜度高的品種 甜度比較不高的品種 種才就 甜度就沒辦法達到一個要求 因為它的日夜溫差太小 是不是這樣 還是說 反正它有很多因素 就變成日照不足 因為它室內 其實它也有它的問題 那我這個還有它的連坐障礙 因為它同一個室內 它不能搬來搬去 換來換去 它就在一個裡面一直種 一直種 除非它今天 今年種稻 明年種番茄 所以現在有的室內栽培 它種了三年四年以後 它就改種稻 再往室內種稻 為什麼要種到 它就是要讓那個突然轉換 不然它一直種同樣的東西 它會產生很多病害 蟲害 無法克服的問題 所以室內栽培 勞思動眾 它不見得好 那我發現這個隧道栽培 如果OK的話 因為它可以像油木民族 它可以換地方 我覺得它等於是半開放式的 對 我只要打開 它可以接受大自然的 陽光空氣 對 風 等等 溫度 我想說這個東西 如果說可以的話 以後就 就好辦 就比較有機會 就比較有機會 在這個高難度的陽象瓜 做一些 持續的栽培 分享